但是很重要一點 也要同時能夠適應 你能夠給予別人表示 你擁有的更多 你才可以幫助別人 其實幫助別人這一個行為 對心理上的調適 有很大的幫助 我以前大學畢業 在補習班 在學生的時候 我有時候會跟他們講 因為那時候當班老師 那班上同學都是 就是考前衝刺那種 遣任資源你要考得太大 壓力很大 那我就跟他們分享說 以前我在念高中的時候 當然很久以前了 那時候念書心情有時候也很不好 壓力很大,覺得很煩 覺得自己很可憐,對不對 我有一個方法會讓我覺得 心情稍微好一點 就是偶爾去買東西的時候 那時候711或是便利商店 都會有那種幫助 幫助孤兒啊 幫助老人啊什麼的 那種零錢筒 或是路上有些 有些當然會說路上有些都是騙人的 但是我那時候是覺得說 如果我幫助10個 裡面有一個是真的的話也夠了 那當然那種 基金會幫助貧窮的啊 或是兒童的那些都是比較更正當的 我覺得每當我壓力很高 我心裡多好事 我把一個10塊錢,5塊錢等等的零錢 投進去 欸,覺得稍微有幫助別人 而且他們有時候廣告標語打得很 很棒 您的10塊錢可以幫助一個兒童的一天 我就覺得,哇 我只是買飲料 剩下10塊錢可以幫助一個人的一天耶 那種感覺就會很舒服很棒 就覺得好,其實我在這邊念書 如果雖然感覺很跟他們比起來 就覺得自己還是很幸福 所以如果你能夠 給予別人 的時候 其實心裡上不會反饋你的主意 你是很富有的 你是很棒的 你是有很多東西的 這種心裡的條件 很選擇的 我幾乎是每次這樣做 我一次都會覺得很開心 很舒服 對 好 生活的目的 感覺 要有幸福感 你生活一定要有一個或幾多個目的 那這個目的 如果說是很難很難達成的 那也會讓自己感情感 但是也不要都沒有目的 沒有壓力 身體 用進廢特 就是你動它就會退化 腦力也是這樣子 那生活的目的 你有一個目標在那邊 比如說 我的願望是 我希望能夠出一本書 我的願望是 能夠去哪一些國家 舉個例子好嗎 這位 我不知道這位大哥大姐 在年輕的時候 有沒有看過 比如說 澳大利赫班演的 《羅馬假期》 這部電影 有看過的人舉個手嗎 《羅馬假期》 好 手放下來 這部電影我也看過 我蠻喜歡的 如果說 各位現在 有在出國旅遊 幹嘛 你也可以把 羅馬假期 那個場景 澳大利赫班 那時候拍電的 那一個國家 或那個場景 安排在自己的旅遊行程裡面 去做一個經典 回顧自己 這可能也是可以 你一個目的 你也可以在 那一個真理之口 那一個教堂那邊 手放進去拍張照 跟那個男女主要一樣 或者是在那個噴泉那邊 拍張照 這也是一種 生活的目的 或者是 希望把自己 從小到大 到現在的一些相簿 相片 挑個幾張 整理出來 整理出自己一個 人生的相簿出來 這也可以是一個目的 或者是你的心願是 就是希望能夠幫助其他人去擔任職工 做一場 什麼樣的活動 去參加一個活動 當職工 也是一個目的 對 這些等等都是一個目的 你身為一個目的 會讓心情感覺更充實 心裡會有比較幸福的感覺 個人成長 學習 成就感跟短暫的愉悅感 我為什麼會寫到這個 其實就是 各位今天 花這麼多時間 坐在這邊 直接聽你的 講話 聲音沉沉 有點想睡覺 但是 如果在今天 你學到了 一個觀念 兩個觀念 兩個 一個都很好 這種學習到的成就感 當別人 如果哪一天 人家講到成功老話 哪一天人家講到 我今天提到的任何一個點 你知道 或你聽過 甚至你可以跟別人講說 啊 六十五歲 其實 那是以前 德國畢斯麥宰相 那是世界大戰的時候 就定 現在早就已經 破失了 為什麼 等等 你可以跟他講出來 人家會說 你怎麼這麼厲害 我這些我都不知道 我等等 那種 成就感 學習到東西的成就感 會比你 比如說今天坐在電視 看一個綜藝節目 哈哈 笑的時候很快 你會覺得很開心 過了 沒有 這種就是短暫的一種愉悅感 那 學習的成就感 可能需要累積 可能需要一定的時間 然後在過程中 不一定 這麼的歡樂 但是當你覺得自己 哪一點想通了 有點突破了 學習到一點東西了 那種成就感 可以持續的時間 比哈哈哈哈 笑過聽一點笑話 過去 那種快樂滿足的感覺 還要來著強烈 這些等等都是跟性質層次的中極層次 第一個層次 最基本的 除了之前提到 要健康避免疾病啊 失能 提高那些功能之外 那些健康的部分 安全的部分也要非常非常注意 然後再會解釋 安全保管那些 第二 人際關係當然 之前他們都提過 另外一點 社會的支持 再會解釋 什麼是社會的支持 為什麼跟我們成功老化 有這麼密切的關係 第三 最後 當然愉悅啦 滿足的那種 心理的感覺 還有生命的那種成就 你覺得你這輩子 走得 無怨無悔 你覺得你該盡的責任 你想要做的事情都做了 你的目標 基本上大部分都達成了 你覺得很安心 很寧靜 心靈很平穩的 這種感覺 就是很成功老化的 最後一個 我覺得是最重要的一點 安全與健康 安全 我覺得安全比健康還更重要 因為有安全 你之後才有本能再去提 第一個 經濟安全 這個數字是什麼 黑正部調查 11715 要不要猜猜看這個數字是什麼 隨便猜 我想一下 沒關係 不是明白 也不是今天要開的那個 那個 一個月月 有一萬一千七百一十五塊 漂亮 挑選答案 掌聲鼓勵一下 這個是 非常好 內政部2005年 調查出來 平均長者 一個月 能夠使用的 一千 一萬一千七百一十五塊 百分之二十二的長者 覺得不夠用 當然可能會覺得不夠用 但是 可能當然成這樣差距也會有關係 在太北市跟在其他 屏東 嘉義縣市等 可能會有一些 一定會有一些生活水準 這樣的差別 但是 平均調查起來 每一位長者一個月之後 這麼典型可以用 然後 這些錢 你看有百分之二十幾的 這樣就覺得不夠用 那我們自己怎麼樣 在還年輕的時候 或者是 現在怎樣去做一點 雅腦筋的準備 在 雅腦筋那裡 會稍微跟大家 做一點分享 因為今天這項課 不是在講投資理財 所以我不會跟你講 什麼太深入了的東西 但是會 讓你去 調查出 或是自己去證明出 現在自己有哪些資源 然後有哪一些資源 社會資源 或是其他的資源 可以應用 這是我們 那些 會跟大家分享 雖然居家安全 保命 防跌 有真有責 尤其是身為自律的 家裡如果有長輩 如果讓他們 保住他們的性命 或者他們跌倒 非常的重要 我們在 居家安全那一檔 會跟大家特別分享 環境的安全 像 居家周遭 居家的一些 周遭的地形 朋友也選擇 居住的治安 也是有影響 像現在 台灣 長者 比例越來越高 很多 詐騙集團 都會針對長者 來做下手的對象 所以 無論子女也好 平常做生產也好 如何提高這些 減少受病的機會 也是相當的重要 靜堂的部分 身體的部分 就是無病傷痛 心理的部分 調適 無憂 那 這些我們之後 在各單元 尤其像生理撐起 這個部分 會跟大家再做介紹 那心理的部分 剛剛在 SOC 那一個選擇 最佳化跟補償裡面 也有提到說 心理怎麼樣去做個調適 就是 讓自己比較不會那麼 對 就是